众所周知是蒂姆萨要成千上万的游戏 只需要输入游戏名 点击搜索就能获得你想要的游戏 但是有一款游戏 不管你搜索什么游戏名 它都能跳出来 搜模拟人生 探险以魔法 搜小小梦魇探险以魔法 连车马搜个王者荣耀 都能跳出这个游戏 牛批 游戏截图 一股9934Fresh小游戏的既视感 游戏简介 开门见三就让你加入官方抠抠群 可获得每日礼包嘛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哦 就疯狂的舔玩家 不管你玩没玩 先忽悠进群就管事了 至于为什么搜索游戏 都能知道这款游戏呢 打开游戏简介 点击展开阅读 整整四万多字的友情链接 这也太不要脸了 稍稍有点乐度的游戏关键词 全给它以友情链接的名字 蹭了进去 又差没放心滑字典了 基本只要你随手一搜 只要试个中文 这个游戏都能跳到屏幕面前来 亲切的问候你 哈哈没想到吧 又是我 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搜英文总不能跳出这个游戏了吧 片面 这个游戏还有个英文版 比如我随手搜个人类一败涂地的英文 这玩意又出现了 一样的套路 简介写满了英文游戏谜 游戏不要钱 大概率是个内构游戏 唯一让我有意思是期待的是 游戏类型写的是一款 肉类游戏 我心里就想了 这游戏要是有元气其事 它一半好玩 我多少给它整个万字好评 以致鼓励 当然事实证明我在想屁时 现在你看到就是这游戏的开始界面 这玩意还是个上架Steam的PC游戏 一打开 哇 他们要以为开了个手机游戏 我开了1080P的分辨率 直接开了个寂寞 反手给我留俩大黑边 一上来选区 我就知道 内构游戏无疑了 开始游戏 这就是所谓的Lola游戏了 游戏操作 就用鼠标点击地图 然后点一下小怪 就开始疯狂激剑 随手收集一下物资 一键换装备 就没了 现在这是什么玩意都敢制成Lola了 我他们要给你一句 全程鼠标点点点 要操作 没操作 要策略 没策略 要快感 你得给开发商送钱 充值下到12元 上到2998元 周卡月卡 记卡面面俱到 就这种游戏玩法 放10年前 可能还有玩家没东西玩 误录歧途 现在就是纯粹挑战玩家的底线 还出了个英文版 这是嫌丢脸丢的不够大吗 游戏烂不可怕 可怕的是烂还想坑钱 想通过旁门走道吸引热度 汇气 看到这里 你可能觉得这玩意 就是个手游移植PC的 坑钱玩意是吧 看到右上角的 这个手机登录没有 当我打开 我才知道 这还是个手机端的 网页有不去 连太压小程序都算不上 真太压专业 手机夜游移植PC 上下Steam 光辉耀祖 你是第一个 好了 这就是本节全部内容 我是拿木龙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